苗栗后龙寺庙动土 镜头拍下坐在第一排 戴着帽子的就是前苗栗县长刘正宏 近来他不只出席地方活动 之前还与反昆宇自救会成员 站在同一阵线 近来就有多个地方的 LINE群组流传这样一个讯息 一开头就提到台湾多项建设停滞不前 过去因财政划分不公 苗栗局在建设刘正宏背负骂名 要相亲为苗栗支持刘正宏 更提到国民党中央六日 要进行刘正宏和徐定真的家户电话民调 两百多个字的讯息透露着 刘正宏有意回归在正 刘家有人说这个讯息 也是透过刘正宏妹妹刘婉媒传来 问过本人后才敢把好消息 分享给其他人 刘正宏动了念头 对此身兼国民党县党部主委的议长中东景 布局参选县长已久 说很欢迎 至于电话民调党中央并未办理 只是国民党提名人选迟迟未定 又有前县长回国消息 积极争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徐定真 毫不确战 徐定真认为自己或提名八九不离时 毕竟苗栗是艰困选区 立委邱显志日前还公开抛出绿黄河 要不要整合时代力量议员宋伯鼎来参选 宋国鼎强调要打破铁深蓝苗栗 民进党推派的人选很关键 但国民党人选未定案 再传前县长刘正宏有意再选 对此求证本人未取得回应 三新闻 邱瑞阳 沈明志 潘流SHO组 苗栗报道